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收看麻毛哥的解说 这是周琪亚跟马蚁队的第一节 现在周琪首发登场 上线给队友无球端掩护 分球周琪到第一位 场上现在周琪的队友克里克 也还有博霍夫 漂亮 麻烦得三分投进后 东南某风华率先拿到三分 现在来看一个防守 麻烦得现在三千三个人了 他全场的时候防得去的紧 周琪出来一下 那现在需要周琪扩大防守 上了卖对后卫也是突破拿下两分 现在卖对卖对他最大优势还是在内线 特朗基转身 走不了 七号前特朗基 你看我们刚才蛮福的跳脱三分 我们的国家后卫也应该多培养这样的能力 以适应亚洲赛场乃至世界赛场更高级别的防守 现在周琪还是要出来延误一下 再回来 放轨 买的他现在还是靠后卫啊 然后位接个胆材后突破 卖对球队他们在联盟也是不 常年是在季后赛边缘的一支球队 东南莫凤凰 比他们排名多三个名次 都其实站在若册 空切抛头 抛进了 那现在东南莫凤凰也是反超了 我还记得曾经周琪跟蚂蚁队打过啊 那之前他们是通过三分球来取胜的 现在他们更多是靠内线 蚂蚁的跳头 好球 那蚂蚁的现在连打五分 蚂蚁的他个人的厉害就可以的 那特特别体现在他的投篮方面 接眼后接掩护后的一个投篮 跳头 眼镜啊可以啊 麦对 抛头 周琪 再来一个 好球 周琪二次拿马打进 周琪的臂掌优势太明显了 现在看一个防守 那后卫持球真的可以啊 不断的穿到球 接个掩护 拿下背打特朗基 后仰 麻烦得自己持球了 打的 比较轻松吧 双方球员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了 周琪 好球 克里克普进 周琪刚才那球没进啊 那多少呢 手部的力量 手感还是要再 适应一下 右侧三分 马一队太强了 连续两季三分之后 这个石少 马队现在也是拿到九分 我一时间不知道这石少叫什么 啊 我们先来看一个上线 麻烦得冲击 麻烦得这球直接找内线去找帽啊 进攻犯规好球 拉法成功防守 拉法比麻烦得好的一点就是他的防守他会更聪明点 那有时候也是带脑子在防守 周琪有些时候也是防守压力要减低很多 因为麻烦得防守段经常被突破 需要周琪去斜防 毛的持球过半场 那麻烦得打法有点类似科比啊 那科比也是喜欢打英雄球的 但是科比的防守会更好 手抵手周琪顺下 你看麻烦得直接拔起来 那麻烦得打球风格就这样子 前场球就是麻烦队的主教练 罗斯也是曾经我们中国男的助教 那他曾经说中国男的内心助教也是帮助周琪训练 华能卖队还是进行华能调整了 麻烦得来发一个边线球 然后低脚球低脚球 周琪三分线外 测一下 瞬下 连续的胯下 麻烦得 这麻烦得这球啊 完全在耍 你说他一系列动作之后 自己不投篮的话就有点尴尬了 最终选择甩锅 第三第三分命中 太准了 一个9号麦克维 那麦克维也是澳大利亚国手 好球 克里克冲击内心成功 这回的下级亚洲杯啊 我们中国呢也是 风险也是对位上对的麦克维 联防二三联防 贝克也上他了 是怎么这么强呢 三级四级三分了 八一队才刚刚过去三分都赚 他们命中四级三分了 好球 这里的命中 这三分有效 你看这个麦克维的投篮指示啊 非常标准 麦克维啊 那也是 NBL季前赛的NVP 这回去年上个赛季 他产队可以有拿到十二分 4.8个篮吧 麦克维也是跟我们国家队的风险像 朱俊龙啊 还有我们的小前锋 顾钱啊这些人 不有以上 那这回试一赛 我们中国人呢 也想面对伊朗还有巴林 那看下来怎么样了 现在上面是叫了一个暂停啊 刚开始 比赛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再见